我们这个单元是要介绍圆周运动 而且我们是着重在等数率圆周运动 圆周运动转圈圈 如果一个指点运动它有轨迹是一个圆形 属于圆周运动是指指点在圆周上面 以圆心为中心 以固定的距离R作为旋转半径 环绕这个圆心旋转 像这样子沿着圆周的运动 我们就称为圆周运动 而指点在进行圆周运动时 它旋转的快慢始终都是一个定值 也就是它的速率是保持固定 因为圆周不是走直线 所以在任何一个位置 它进行方向随时在改变 它不能保持固定的方向 可是它可以保持固定的速率 这个就称为等速率圆周运动 而圆周运动的过程 因为指点的运动方向是沿着切线方向 所以如果这个地方这里是A点 而这边B点 这里C点 这里是D点 而指点在运动的过程如果是在做一个顺时针的旋转 则A点运动方向沿着切线向下 B点沿着切线向左边 而C点则沿着切线是往上 B点则沿着切线是向右 在这几个位置如果旋转的快慢是维持固定 那这个就称为等速率圆周运动了 所以圆周运动在转动的过程当中 进行方向随时在改变 所以它是一个变速度运动 可是转动的过程 加速度是向着圆心的方向 所以A点的加速度向着圆心向左边 B点的加速度向着圆心往上面 C点的加速度则是向着圆心向右边 D点的加速度是向着圆心向下面 整个过程当中 加速度的方向是跟助度的方向始终保持随时 速度沿着切线加速度向着圆心 它们永远是保持着垂直的方向 这是等速率圆周运动最大的特征 而我们知道F等于MA 力的方向就是加速度的方向 加速度是向着圆心的方向 因此力的方向也是向着圆心的方向 因此在A点的向心力 是向着圆心向左边 B点向着圆心往上面 C点向着圆心向右边 D点向着圆心往下面 因此速度跟加速度保持垂直 速度跟力也是维持垂直 力和加速度则是维持着相同的方向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圆周运动的一些专有名词 我们先介绍第一个周期 周期是指一个指点绕着圆周转移圈所需要的时间 这个就称为周期 周期因为是跟时间有关系 时间本来是Time 所以一般我们用小写的T表示时间 可是绕一圈所需要的时间 我们就用大写的T来表示 我们一般转一圈的时间 我们用秒作为单位 所以例如一个指点在做圆周运动 它如果在一分钟转了20圈 如果一分钟它转了20圈 转一圈我们叫做一周 所以转20圈总共绕了20周 可是一分钟是60秒钟 所以表示在60秒钟的时间里面 它转了20圈 因此转一圈的时间呢 把60秒钟除上20圈 所以表示转一圈它需要3秒钟 因此转一圈所需要的时间 这个就是周期 而这个例子表示转一圈的周期是3秒钟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角位移 角位移是指在做圆周运动的时候 指点在绕着圆心旋转的圆心角 这个我们就称为角位移 例如一个指点在做圆周运动 从A点开始 绕着一个圆周转一圈 转一圈从角度上来讲 转一圈的角度是360度 但是我们在这里 我们要另外再介绍一个单位 叫做幅度或者叫做近度 我们用RAID RAD 这个是弧度 或者也叫做近度 磁点做圆周 转一圈是360度 360度这个是角度 如果换上层弧度 我们就说360度它等于2π弧度 因此我们按照比例 如果转一圈是360度 360度叫做2π 假设一个指点 它旋转的角度是它 假设它如果只转了60度的角度 则60度的角度会等于多少弧度 因为按照比例来 转一圈是360度 可是360度 换算成弧度是2π 如果旋转的过程 旋转的角度越大 则弧度也会越大 因此旋转的角度跟弧度是成比例的 那现在一个指点 如果它转了60度 它所转的弧度就等于θ 360度跟60度 我们约分一个1一个6 因此θ等于6分之2π 等于3分之π 所以角度60度 换算着弧度是3分之π弧度 因此 如果我想知道弧度跟角度之间的换算关系 假设x度 我如果要换算成弧度 所以360度换算成2π 那如果x度换算成θ 则这个θ就等于 360跟2 约分一个1一个是180 因此θ就等于x乘过来 x乘上180分之π 也就是每180度 我们叫做π弧度 现在角度如果x度 乘上180分之π就等于5度了 所以要换算成弧度把x直接乘上180分之π 这个x就是弧度的单位 red 所谓的角速度是指指指点每单位时间内环绕的角位移 这个我们就称为角速度 我们用ω来表示角速度 所谓的角速度ω 这个ω是指每单位时间内的角位移 所以把角位移我们用Δθ这个角位移 所以经过了时间ΔT 把角位移除以时间我们就称为角速度 而对等速度远程运动而言 因为转的快慢是固定的 时期越久转的角位移会越大 因此我们以转一圈360度我们叫做2π 而转一圈的时间我们叫做周期T 所以对角速度而言 我们转一圈的时间总转了2π的弧度 我们把2π除以T 这个就是每单位时间内所转的角位移 而单位时间内转的角位移也称为角速度 所以角位移是弧度Rad的Rad 而时间我们用秒 因此弧度除以时间 Rad除以秒S 就是角位移的单位 而在实际的应用上 有两个符号是我们常接触到的 一个叫做rpm 一个叫做rps rpm是指每分钟所转的圈数 所以rpm是指revolution per minute revolution就是旋转 而rps是指revolution per second 每秒钟转的圈数叫做rps 如果像光碟机每分钟转6000转 那我们就说它的转速是6000rpm 而6000rpm是指每分钟转的6000转 因此我们把6000转除上60秒 这个就是每秒钟所转的圈数 这个就是rps 这样一除就是每秒钟转的100转 所以就是100rps 可是转一圈叫做2π弧度 因此一秒钟转了100圈 可是转一圈是2π 那转了100圈乘上100 这个就是每秒钟所转的弧度 这个就叫做角速度 所以角速度2π乘以100 这个是200π弧度每秒钟 所以我们可以把rpm 这是每分钟转的圈数 我可以除以60秒 这个就变成了rps rps是每秒钟转的圈数 所以再乘上2π 因为转一圈是2π弧度 这样子就求到了角速度 再乘一圈